台湾人民拼讨日子决心 手拉着手展见大团结 前一天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正式宣布 征召侯友谊参战 虽然郭台铭没现身 是在脸书上发文恭喜侯市长 但是根据了解 郭台铭其实还在气头上 而且确定征召前关键48小时 外传会谈气氛并不好 一次是16号下午 郭朱二度会面 郭台铭确认结果无法挽回 不是征召自己 隔天中场会前 针对国民党一开始声称 有邀请郭台铭出席 却被婉拒 郭台铭也不太开心 致电只问来赢高层 而对外界认为 朱立伦老早就内定 争招侯友谊 挺郭派南投现役长 开出不满第一枪 宣布退出国民党 那为什么会想要退长 这时间点大家就开始 会有意测这样子 没关系啦 没关系啦 想要我身上补党 比较轻松吧 这一次国民党呢 用黑箱作业 这个公平政治的模式 直接询问一些立法委员 或者是一些县市长 来进行相关的增高模式 我认为这个是不妥当 过程当中 只要郭董市长 他个人是接受的情况 我想其他人 其实都不太需要智慧 为郭台银报区的 还有前高雄县长杨秋星 怒呛朱立伦 炸赌在先 给郭台银装校围 还说两次先任市长 落炮参选总统 惨输三百万票的惨剧 将再度重演 就连克文哲也唱衰 国民党的游戏规则 科文哲为两人合作 留下伏笔 来赢争招大戏 听郭派大飙不满 再加上民众党向郭台银招手 掩埋下来赢分裂危机 3075黄业杰 车也好台北常务道